最近一波强大暴雨 再加上适时的低温助威 让好多著名的滑雪圣地 都出现了这久违的丰沛雪量 不只是从圣盖伯一路延伸 到了大雄湖山区 一片矮矮白雪覆盖在山头 这景色相当的迷人 美国国家气象局还预测了 这个周末还会有一波新的雨势 配合低温抵达南加州 将会给洛杉矶的民众 带来一个白色新年 这美国国家气象局就说 这南加州山上的大片积雪 让许多喜欢玩雪的民众 度过了一个欢乐的白色椰蛋 暴满的人潮 不只要一堵这难得的白雪 更棒的是 预期还会有一波冷风过境 让美丽的雪景 可以持续到跨年的假期 也让民众可以充分享受到 一个充满白雪的年节